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事 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其作者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做教师的胡福明 1977年2月7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 许好文件抓住纲 社论提出了两个凡事的基本观点 凡事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事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的胡福明反复阅读 对这一观点很不认同 胡福明决定转文对两个凡事进行批驳 胡福明决定转文对两个凡事进行批驳 因为妻子住院需要看护 因为妻子住院需要看护 开始构思写作的胡福明把书带到医院 蹲在狼灯下 鼓励很多 鼓励匆匆 我有孩子 两个孩子 我有太太 所以呢 事实际上很矛盾 要不要批 但是 发不考虑终于下决心 要进文章 要批判两个法事 中国有句古话嘛 叫天下信话 漂浮有责 1977年8月底文章定稿 胡福明在多方考虑下 把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 可是一直没有任何回应 直到第二年1月 光明日报才发来修改意见 后来 在胡福明前往北京参加会议期间 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花强 把胡福明接到报社 商讨文章修改问题 在讨论中 他们决定 采用一个巧妙的方式 来反驳两个凡事 我不能公开 别人笔判两个法 两个法子 是人民日报 两个法子 也看说了 提出来的 代表了大日中央 主要领导人的观点 林彪是应该批判的 我用林彪的 具体的真理 天才能 顶封能 引射你的两个法子 一定也不错 胡福明离京前 光明日报的总编 编辑杨西光 为了增加文章分量 希望聘请胡福明 做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 隐藏作者身份 以评论员名义发表文章 胡福明爽快地答应了 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发表 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6月24日 这篇文章得到了全国各地报刊的转载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兴起 1978年12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会议高度评价了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坚决批判两个凡事的错误方针 并确立了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的基本发展思路 由此 影响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 拉开了序幕 实际证明 中国特色社外主义大陆制度 证明 改革开放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之路 我们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越来越紧了